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很多熟悉斗罗大陆的小伙伴都知道 在这个以实力为作的世界中 史莱克机关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而且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强悍的 特别是唐僧,被光环笼罩着 有很多强悍的底牌 不过,尽管史莱克机关都非常强悍 但其实都不如机关之中的这一位 那就是小五 他作为斗罗大陆的女主角 虽然实力不像是最强的 但是身份,绝对是最独特的 因为他是松练成人生的十万年狠兽 虽然在斗罗大陆中 魂师和魂兽是处于绝对的敌对处境 因为魂师是需要练杀魂兽或者魂环 才能提升实力的 魂兽提升自身实力的方式 就是不断累积生命时长 因此,敞魂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却出现了一个异类 那就是化形成人的十万年魂兽 在魂兽的世界中 只要积累到十万年寿命 就有一次可以选择化形成人的机会 大部分情况下 人形魂兽与普通魂兽是没有差别的 但在获取魂环的方式上 人形魂兽确实能够自己生成 因此小五在获得第四魂环的时候 也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这个魂环的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 那就是长大相表的无敌精神 在三秒之内 哪怕是缝好斗罗级别的攻击 也能够完全离岛 如此强大的防御魂迹 恐怕豪称斗罗大陆第一防御的古斗罗 都需要让位了呀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